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多加留意 因为我们现在 在太平洋高压的 比较偏边缘 再加上东南风的影响 大气比较不稳定一些 先来看一下 在台湾附近的卫星云图 大家可以注意到 除了太平洋高压 现在晴朗稳定之外 台湾的东部海面 好像云系比较偏多一些 主要南方的这些扰洞 有一些的云系往北边抬 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稍微弱一些 因此水汽往北边进来 到了台湾的东半部地区 那就有出现这样局部的降雨 所以这个水汽 一波一波的进到陆地 再加上迎封面陆地抬升之后 就造成了昨天的晚上 到今天晨间 像是在恒春半岛 以及台东地区 就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 不过在中部以北地区 整个在白天的时候 晴朗炎热之下 高温还是非常的夸张的 我们就注意到 今天最热 其实是出现在新北市的三峡 来到了36.8度 另外在桃园 同样也是今天数一数二热 那整个的西半部地区 沿海的靠山 重谷的地区 都有出现局部的高温 那其实接下来几天 大家都还是要注意 高温灯号的市井 那中午过后 则是要注意的就是 降雨的情形出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接下来几天 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部分 首先在北部地区 接下来都还是一样是 午后震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 上午的时候高温到还是炎热 都可以上看到34 35度左右 感受上面一定是 外出要做好防晒工作 因为紫外线都是来到过量等级 你在户外活动 大约是在15 20分钟 就有可能会晒伤 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中午过后的雷雨发展 有的时候云层大约是两三点之后 开始聚集起来 大约四五点之后 就开始下一波雨 那要注意的包含了 新北市山区 桃园 新竹都要留意 南台湾的话 虽然说目前看起来 是有降雨的形态 但是其实大致上面 待五间的这段时间 都还算是晴朗 但是要注意到的短暂雨 则是会出现在沉间 沉间的时候 偏南风带进来一些水汽 在陆地抬升之下 对于南台湾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另外在中午过后 另外一波的雷雨发展起来 在南部的山区 同样也是会有阵雨出现的 东半部地区 则是处于东南部的银封面 刚刚看到的这一波雲系抬升 就容易会有一些的阵雨发展 而在山区的话 如果你接下来几天 有要进入山区 一定要注意在午后呢 有的时候这个对流 雲系发展起来 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降雨的情况是又快又急 可能有治灾的风险 因此不建议大家 在接下来几天的时候 前往山区进行登山的活动 那我们来看到在天气状况 这样的情形之下呢 其实在台湾附近可以注意到 整个的南方还是一样 对流云系发展的相当活跃 因此在今天到明天这段时间呢 整个银封面东南部地区 横川半岛一直在到台东 甚至往北一点在花莲 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较大的雨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在接下来的这个整个的雨区的预测图 就可以注意到周四的凌晨 还是一样银封面地区会有一些震雨 尤其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坨云 只要往北边一路进来的话呢 像是在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南侧 都容易会有一些大雨出现 周四的白天到周四深夜这段时间呢 整个的降雨区域包含了在山区 以及西半部地区大范围的 午后对流发展之外 东南部地区同样还是会有 持续降雨的机会 一直到周四的入夜之后 同样还是一样在花东 以及恒春半岛都有一些局部 比较明显的雨势 因此未来 如果你有安排往东南部走的话 那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路况 西带雨具 那如果你要前往山区的话呢 同样也是尽量 不要安排这个登山的活动 因为呢都有可能出现 局部较大的这样对流的降雨 那我们从地面天气图 可以继续来看到 现在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呢 是稍微的往退缩一些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南海原本的低压的系统呢 开始呢比较不安分一些 有些的云气就开始往北边飘 从昨天到今天的这段时间 整个东半部地区都有云气移入 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 会随着整个的高压 接下来几天 来来回回的增强或者是减弱 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降雨情形 不过提醒大家 在未来一周看起来 都是处于偏南风 东南风 或是西南风的天气形态 天气偏炎热 另外呢在中午过后 各地的山区都有机会出现震雨或是雷雨 因此呢提醒大家 早上外出记得带雨具备用 另外呢周五前后多补充水分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呢 在各地的详细预测上面 在北部地区 明天的天气状况上 高温一样还是可以来到 32到34度 那要留意呢 像是在桃园 苗栗 山区有机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午后雨势 而在中部地区 在高温的部分呢 也是在33到34度左右 同样呢要留意的 这是中部靠山区 以及呢整个的山区 都有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机会 而在南台湾高温的部分 在32到34度 很纯半岛 可能会有持续性的降雨哦 而在东半部地区 可以看到在花莲跟台东 同样也是迎风面 比较容易会有震雨 尤其是靠近沿海地区 多加留意 而在外岛地区 马祖的大致上还是晴朗 但是呢在金门跟澎湖 云量偏多金门 有些午后震雨的机会 未来一周天气上面呢 都持续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 比较偏边缘的情况之下 午后都容易会有震雨发展 外出的话呢 你在各地都记得 还是带个雨具来备用 外岛地区大致上面 马祖天气晴朗 金门跟澎湖 也是有午后震雨的天气形态 小丁您提醒大家两件事情 在中午前后 外出记得防晒补充水分 如果您要进入山区的话 注意局部好雨 行车注意安全 我是陈志庚 我回来请您持续锁定 中视新闻